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看一下雀巢至尊Supreme 这个奶粉在国内以及和德国的价格和对比 那我们在某猫的主页上搜索这个B8至尊 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平台也在销售这款奶粉 比如说有麦德龙的官方旗舰店 我们看到价格是平均是278元一罐 那还有天猫国际进口超市折后价238元一罐 另外还有天猫国际母婴直营278.8元一罐 我们再找一下B8至尊的海外旗舰店 这边标价是358元一罐 另外一款是338元一罐 那就是说总体来说这款奶粉在国内的销售价格 基本上是在330元到350元之间 个别的还有278元的 但是278元的这里已经标注了是07产品 也就是产品的保质期不太好了 所以在打折销售 那我们看一下在德国的超市里面 这款奶粉的价格是多少呢 我们还是在德国最有名的DM这个网站 看一下这款奶粉在德国的超市里面的售价 是25.95欧元 也就相当于26欧元吧 因为这款奶粉呢是铁罐包装 而且它的重量呢是800克 那这样的奶粉呢 一般来说代购呢 会邮寄6罐或者8罐一件 这样重量上是比较划算的 那一罐奶粉它的成本是26欧元 我们汇率假设按照8计算 加上大约是要核算到50块钱人民币 一罐的邮寄和关税成本啊 这里面还有打包成本 包括一些包装材料是吧 纸箱这些都是要花费的 这样算来的话呢 一个普通人啊 我们说的普通人在德国超市去购买奶粉 然后通过自己呢 邮寄到国内包邮包税 这整个一条线路下来 雀巢必巴的至尊断的奶粉呢 那不管是PR1还是一段二段三段啊 它的平均的成本应该是在258元左右 啊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要找人从德国代购 雀巢至尊奶粉的话 呃成本应该是在260元上下啊 上下浮动应该10块钱左右 这是普通代购的啊 一个奶粉的采购 以及发运成本的情况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好谢谢大家的关注